上次战斗的几时后 在北极发现了发光的光碟 飞碟突然对着巡航机发起了攻击 随后就来到了日本 这果然又是恐龙帝国领谋 飞碟中出来的是冰龙族的队长 邵斯和史诺 分别读为South和Snow 冰龙一族一直生活在北极 因为环境影响 已经长得不再像恐龙 哥尔要他们扮演好外星人 如果能够完成任务 就允许冰龙族离开北极 看起来冰龙族像是被流放了一样 首先出动的是邵斯队长 知道飞碟再次出现的研究所 立刻派出了盖塔队出来调查 不过飞碟并没有理会 盖塔队的通话请求 直接开始了攻击 忍无可忍的龙马 直接使出了盖塔射线 虽然邵斯因为盖塔射线 受到了致命伤 还是坚持按照计划立刻逃跑 在自己死亡之前 飞碟开到了纽约 随后降落 美国军方派出了军队 邵斯假装说自己是安多美达 第四行星的人 说人类收集盖塔线 造成了宇宙风暴 如果不停止收集 他的同伴就会进攻地球 随后就死掉了 当然他是恐龙族 被照射了盖塔线 当然会死 不过他临死前 还是黑了早已研究所一次 联合国根据邵斯流出的血液颜色 和飞碟金属的材质 判断对方确实是外星人 而因为邵斯临死前已经说了 如果24小时内 不停止盖塔线的开发 外星人将要报复全人类 大量的飞碟开始进攻全世界 但是唯独没有攻击日本 随后联合国开启投票 最终决议要日本 停止盖塔线开发计划 这是黑了联合国一把吗 早已博士也只能停止盖塔线开发 盖塔线的相关设备也被拆除 不过设备前脚拆除 机械恐龙立刻就攻了过来 这个机械恐龙叫做古马 因为盖塔线收集装置被拆除 现在的防护罩也只能坚持三分钟 古马口中可以发射雷箭 还拥有大量的导弹 可以轰炸研究所 刚重建的研究所 重建了个寂寞 而博士也因为没来得及撤退 埋在了废墟下 博士受伤严重 立刻被送往医院 博士十分感谢 长久以来 龙马他们不顾生命的危险 一直和恐龙帝国作战 但是现在是人类一方 要解散盖塔队 如果不解散的话 就是与全人类为敌 博士不希望龙马他们 落得这样的下场 激动的博士混乱过去 这时医生过来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龙马看到为人类幸福的博士 落得这个下场十分愤怒 也坚决要和恐龙帝国斗下去 恐龙帝国这边 帝王戈尔把古马奖励给了史诺家驶 让他回到北极 准备好进攻人类 而盖塔正好发现了 飞碟和机械恐龙搅在一起 一直追到了北极 发现了恐龙帝国的飞碟基地 盖塔合体将飞碟全部消灭 不过盖塔的能量储存也几乎见底 这时古马从背后偷袭 一招盖塔挥拳踢打飞敌人 古马的尾巴也有一个头可以进攻 随后切换盖塔三大雪山绝招 不过敌人的尾巴 喷射火焰阻拦了盖塔三继续进攻 切换成盖塔二切断了对方的尾巴 随后再变成盖塔一 使用最后的盖塔能量 用盖塔射线彻底消灭了古马 因为史诺队长的死 也证明了飞碟就是恐龙帝国的阴谋 博士终于恢复了意识 盖塔计划再次开启 上次战斗的几日后 盖塔队再进行体能训练 看到五臟的样子 果然体重是跑步的大敌 这时的五臟看到教堂 有一队新人举办婚礼 所有想象自己和美智流 恐龙帝国又准备了新的机械恐龙八股 蝙蝠造型可以喷射火焰 以及地下行动的机械恐龙 左恩 博音 左恩将地下的岩浆引到地上 随后戈尔利用这个通道来到了地面 这也是47级以来 戈尔第一次来到地面 这次戈尔打算利用地下的岩浆来淹没地上 研究所也接到了消息 这次的火燃喷发没有任何征兆 岩浆的量也异常的多 博士怀疑这是恐龙帝国搞事情 美智流恰使司令机去调查 司令机在火燃附近 发现了一个昏迷的人 这个人叫早田信一 美智流将他带回研究所 早田是龙马他们学校毕业的学长 他亲眼看到戈尔出现在了地面上 并听到了他们要将地上覆盖上岩浆的计划 正说着突然发生了大地震 震源是富士山 盖塔立刻出动 飞到了富士山上空 合起盖塔2到山的内部去探查 探查地下的时候 碰到了机械恐龙佐恩挖好的隧道 这时正好岩浆顺着隧道过来 盖塔2被淹没在了岩浆里 因为在岩浆中失去方向被困在了里面 还是美智流驾驶自动机出动 发射电波给盖塔 盖塔2终于顺着电波逃出生天 恐龙帝国的计划将富士山的岩浆引到东京 然后再让巴果从空中攻击 让整个东京陷落 因为这次地震没有看到机械恐龙 所以武藏认为澡田是骗子 否认了澡田看到戈尔 想要利用岩浆淹没地上 当然这是原言是 他嫉妒美智流对澡田比较亲近 这时澡田正在和美智流聊天 澡田有一个还在美国的女朋友 他希望美智流帮忙联系他 报一下平安 不过武藏来找澡田麻烦的时候 澡田正在向美智流说 自己多爱自己的女朋友 武藏听成了澡田向美智流表白 武藏立刻失去了梦想 跑出研究所来到了教堂 现在他连盖塔队都不想待了 不过他刚和龙马说要退队 因为机械恐龙出现 美智流一句武藏加油 武藏就再次出动了 此时的东京正被八谷攻击 八谷的口中喷射岩浆 而因为左恩早就把东京地下挖空 富士山的岩浆引流到了东京地下 这时盖塔队来到东京 八谷将盖塔引开 不过盖塔并不上当 并且盖塔二将东京的岩浆引走 在地下的盖塔二将东京的一部分岩浆引了回来 随后碰到了地下挖洞的左恩 左恩在岩浆中抱住了盖塔二 看来想要利用岩浆消灭盖塔 不过还好盖塔和马赫成功连同左恩 一起冲出地面 盖塔三顶着左恩的喷射岩浆 使用大雪山一口气消灭了左恩 随后武藏在被八谷攻击的时候主动分离 看起来想和敌人同归一尽 原因是以为美智流会和早天结婚 不过在龙马和损人的帮助下 干掉了八谷的翅膀 随后再次合体盖塔一 用盖塔视线消灭了八谷 武藏重伤住院 不过在医院见到了早天的未婚妻 所以误会也得到解除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可以点个赞哦 我们下期再见